由林家川 马明指导 朱亚文 郑元昌 李嘉航 李贤主演的 创业励志大戏合伙人 7月27日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开播 当天一众主创亮相开播发布会 三位男主更在现场临时组成文理宗片团出道 郑元昌把学习资料赠予两位奶爸 而朱亚文和李嘉航则回赠三本恋爱秘籍 祝福好兄弟早日脱胆 我们的名字叫文理宗 文理宗天团 学好文理宗吗 创业很轻松 我们的愿望 愿望 这个叫独心树 独心树 就是我们的山口太久了 真的是有爱生态环境 有爱生态环境 有爱生态环境 有现在是 就是爱你的人是一种惨害 尽量地让大家都 一亲别恋到我们身上来 他会早点 对吧 早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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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照一下 发布会上 李嘉航自爆 绰号叫小黑 引爆朱亚文 开黑力怼 对 他真的是很黑性 他打工真的很不好打 尤其是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对 让他的脸能看见的时候 我们的脸就爆料 我们的脸相对温和的时候 他好像是衣服飘在那里 亮亮 我相信后期啊 有很多戏都要把脸蛋糕圈出来 对对对 真的就是蛮尴尬的 除了开心户怼之外 三位合伙人还拿起道具表演花式走位 好 不要是看腿 来来来 亮腿的时候到了 一二三 亮腿 啊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好亮的 OK OK 身为主演的朱亚文 同时也是该剧的兼致之一 他还透露 两位好兄弟 郑元昌和李嘉航 都是自己找来加盟的 不知道生活中 三位主演的关系 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生活 现实生活中 更多的户怼 嬉闹 吃吃喝喝 但你说 要真的像戏里面这样子 遇到一个大事的争执 我觉得真的兄弟 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争执 最后还是会走回在一起 目前还没发生过了 没有发生过大的争执 你要说品酒有过 但是我跟李嘉航都输了 非凡娱乐 北京报道